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們用跳梁是 用了之後 然後發現這樣有困擾 不見 他們就停 就不用 我會告訴你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惜的事 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議 你真的不要這麼做 因為就像我剛才說 你一路打到底 把天賦找到 並且開發出來之後 它的價值是非常非常高 這個是投資一換一百這麼高效率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把教養聚焦在 我現在讓我自己教養 不要困擾就好 我讓我現在一天到晚被老師定 所以我就不要再被老師定就好 我會覺得這很可惜 非常非常可惜 就是你的教養痛苦 跟你感覺到教養的滿足度 或是孩子成長 讓你覺得不足別人 跟孩子的成長 讓你發現大福贏別人 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是專業者的話 其實你會需要 你會需要好大的一個空 一個檔位 你才會看得見 可是這就有點像是 我想大家都聽過一個 成功學的故事 就是 如果我們每個人是一 我每天少努力一滴滴 從一掃0.01 我就只掃0.99 365天之後 你就只剩下0.02 這就是負力的概念 那如果我每天讓自己多一點好習慣 那我把它保持下來 而且持續努力的說 1.01的365翅膀 竟然變成37.78 37.78跟0.02 就只差每天好一點點跟每天換一點 這麼大的差距 這也是我們平常生活過程中 你讓你自己的好習慣多那麼一點點 跟讓你的好習慣少那麼一點點 會發生的差異 那這麼大的差距 你要等到說 喔 我發現已經差距到20了 我發現已經差距到剩下 已經不足別人0.02了 你才要去趕 我發現我高中已經一直考不上了 我才花30萬去補高中 這樣是不是很可惜 這距離已經非常非常遙遠 對 可是我現在還微小 我還看不見的狀況下 我每天投資自己1.01 多那麼0.01 幾年之後你發現的差距 竟然是別人還在1 你已經是37.78 這是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之後 這就是我說的 你讓孩子的優勢 能夠保 而且能夠管理 能夠發揮 他之後創造出來的效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